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感应片 第108节 108节 无心于妻子 舍礼于舊姑 那么这个一段 都是讲的家庭之物 家庭 是人伦社会的根本 家要是 出了问题 社会 就不会有安定 这个世界呢 也就失去了和平 我们今天 观察了 这个世界 大多数家庭都有问题 所以社会的动荡不安 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平率 增加 灾害的程度 加重 原因 都处在这些地方 我们再仔细观察 这个问题 是越来越严重 我们从阴上 骨上都明显地能看到 夫妻也不和我 这在前面呢 已经跟诸位说了很多 祝节灵做得很好 带妻以和而尽 带子以隐而振 这是 古时候 不但是圣贤人的教会 祝福菩萨的也没有两样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 是 新鲜 新鲜 与 圣教 完全相违背 不以礼 代其 则是畅遂之意 那些谁懂得理呢 什么叫理呢 理是调了 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 古德教人 德行的标准有五个层次 道德仁义理 道射掉之后 有德了 德射掉之后 有人 人射掉之后有义 义射掉还有理 理要在射掉了 天下大乱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乱象 没有理 在中国的历史上 诸位如果细心 去读诵 读诵 这两千多年来 这是有历史记载的 一个政权的禁历 五年之内 帝王一定是治理左右 理 是一个人生活行为的标准 大家都懂得 都能够遵守 这是法度 悦是调心 人 人是凡夫 总有情绪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用什么东西来调和呢 音乐 所以 礼仪跟乐吧 都是教学的律师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叫欲乐 从前呢 这个 在中国 种种的艺术 像戏剧 歌舞 音乐 美术 都是教学的工具 用现在的话来说 高度艺术的教学 现代人 不读圣仙书啊 对于这些事情 完全不知道 那么也不晓得这种事情 对于整个社会的关系 对于一切众生 对于一切众生 极凶厚福 真实的因素 要想世界安定和平 要想人民 幸福 是很难做得到的 接着呢 接着你说 不宜道教辞 则上生予之恩的 不宜不辞 总跃无形 这些话 我们今天念了啊 就是现前社会的写照啊 如何挽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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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避免这个劫难 我们读这个时候 才真正体会到 应光大师的用心 佛陀的教会 是散在经论之中 必须 必须 要读松 相当分量的经文 你还要能记得 还要能够神结义趣 而后才能够一教奉行 这是一种难思绪 感应篇汇编 是把 如是道三家的教会 都汇集在 这一篇文字之中 纵观全篇的大义 他文字并不多啊 不到两千字 全文 分成 七个大段 第一段呢 总纲 第二段呢 世锦 警告我们 第三段 善因善果 第四段呢 讲到悟因悟报 这一段长 这一段里面 总共 奉为十七段 奉为十七段 我们现在念的 这是第十五段 家庭之我 甘音篇 写得好啊 一这么短的文字 如是道三家重要的教会 基本的 基本的 伦理 德行 都在其中 我们看 底下 这几句话 精致带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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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姑息太过 啊 这个可则太甚呢 很少了 姑息太过 我 后面结论两句话 说得好 极有始无形 啊 一始无形 何以则妻自乎 这两句话 无穷的感慨 这两句话 自己无形 人呢 你怎么能够把妻子 儿子 叫好 所以我们读这一句 是感到莫大的悲哀 第二句 射离于故旧 诸节里头 也说得好 夫是 旧姑 这是媳妇 怎么样啊 带她的公婆 就是公啊 姑是婆 先生的父母 啊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婆媳不和 没有办法相处 在全世界 几乎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圣人交给我们的 啊 父是旧姑 亦如子是父母 这现在谈不上了 现在儿子不懂得孝顺父母了 媳妇怎么会懂得孝顺公婆 哪有这种道理 哪有这种道理 父子不相容 母女不相容 今天是这个社会啊 人与人至今 完全是厉害 有利的时候 彼此利用 利射掉之后 反目成仇 啊 中国 几千年传统的 能力道德 今天是荡然无存 正是古人所说的 富不富 子不子 家不家 过不过 大乱之时 啊 李宾南老居士 往生的头一天 跟修生说 世界已经乱了 诸佛菩萨 神仙 降凡 都救不了 啊 我们想想这句话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什么人有力量 啊 能教化一些众生 回头是岸 他回不了头了 啊 他往什么地方走呢 这是 睁着眼睛看到啊 他往地狱走 他不是往天堂走 他是往地狱走啊 啊 诸佛菩萨看到这个情形也无可奈何 啊 只有等待 等待他堕地狱 等待他在地狱里面吃尽了苦头 哪一天悔过 这才能再教化他 他不能悔过 佛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 我们这一生 得人生 闻佛法 这大信 生于乱世 从经教里面 还懂得一点道理 别人不做 局势之人都不做 我们知道厉害 知道得实 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 啊 果然能够一教风行 我把这个感应篇 列在教学奇门功课里面的一门 我们学佛了 这七种术不能不读啊 七种术里面三种是佛经 阿南问是佛基雄经 弥陀佛经要解 弥陀经要解 普行菩萨行愿品 大成无量寿经 这总共四五斤 另外三种 另外三种 了凡四讯 感应篇汇编 鲁家的四书 我希望我们的同学 俗读 俗读 这个七种 我们在这一生 就决定不读三无道法 不但要俗读 而且要深解 解的钱不行 要解的神 认真地依教风行 分量太多 我们的能力 时间都不够 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 这个亲门功苦啊 如果还没有能力受持 你就受持年重就好 经里面学一种 弥陀要解 无量寿经 行愿品 使一种就行 再加上感应篇 感应篇不能少啊 感应篇从佛家观点上来说 它是戒律 它是修心 修身的根本 基础 我们要非常重视它 往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 我要求同学们 拿这个做挽扩 挽扩 挽扩完了之后啊 感应篇念一遍 对照自己今天一天的心心 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佛陀教我们 试出世间 大圣大行 教我们 转悟为善 这本书是善悟的标准 它不是佛教的 它是道教的 佛家的教学 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不分宗教 不分足力 所以 只要符合佛家讲的法音 也就是说佛家讲的原理原则 佛就承认 这是祝佛如来的经典 那么佛的原则是什么呢 诸佛莫足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不是一尊佛 社方三世 所有祝福 教化一切众生 刚临就是三句 诸佛莫足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那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 字字句句 符不符合这个标准 完全符合 圆满的符合 这是佛家给他印定的 就是佛经 我们要把它看作 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 但能量齐观 不能有分别性去看他 事处事间的贤身 都从这个地方修起 在家同学学佛 是从你家庭修起 那么换一句话说 家庭植物 这文字不算多 从贪烂 从贪烂无依 咒举求职 到孙子堕胎 行堕淫 这些段 总共二十几句 不到三十句 如果这个一段做不到 你就不是佛弟子 说个老实话 念佛念得再好 念得再多 也不能往生 这是事实 为什么不能往生 经上说的很明白 西方极乐世界 是什么人住的 住上山人聚会一处 你的心心都不善 口念弥陀 心不善 寒破喉咙也往然 所以这一段文 尤其要注意 要认真去求解 认真去奉行 这个地方我 二十二句 这段文字二十二句 比什么都重要 真正法院要求生进土 就是从哪里修起 就从这二十二句修起 先把你的家治好 然后才能修复 这一部感言篇说实在的话 就是静夜三幅里头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死的 慈性不杀 修十三叶的详细讲解 就是这个四句经文的注解 我们要特别 我们要特别重视 否则的话 这一生修得再好 充其量 能得人天 有乐的佛报 殊胜的佛法功德利益 决定得不到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Will do 因为我们会订阅 会喜唱少认 wię